请问一下,你常常说你学了很多很多的武术 最后你留在选择用卡普耶拉做你的终身的这个运动 可不可以告诉大家,您学过多少种的武术 然后为什么你选择这个做你的终身的这个职业 说学过的话,其实真的要讲就是我接触过 我接触过MMA,然后接触过泰拳,然后攻守到泰拳道,那还包括国术 那有很多东西的底子,我是从国术的内加拳,包括太极行义八卦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八极拳,还有像一些兵器,比如说韩文 我去训练那一门,就是曾经接触学习过很多那一门的武术 那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就是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那我应该靠近你 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卡普耶拉不一样的是让我觉得音乐方面 就是它有音乐,所以它的文化里面,在这个武术里面 它包含了音乐,让这个武术它更有就是大家一起 连结的感觉,那音乐带给人家节奏 音乐也让人家会有快乐的feel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们在玩的时候,我们跟着音乐 那个节奏感觉让我们的身体更能去了解 怎么样去运用跟节奏的关系 让你的身体感觉更流畅更放松 所以我们在做一些运动的时候,我们在运作 做卡布拉的动作的过程中,跟着节奏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卡布拉跟别的武术不一样 或跟别的... 对,就是跟别的武术不一样 因为卡布拉它也是武术,但是因为它有音乐 所以,当你在跟着节奏的时候 节奏它规范互相的速度,还有移动的过程 所以在玩的时候,不会是一快一慢 或者是非常的难以接触 因为大家在同一个平台上面,音乐给予了同一个平台 那你在玩的时候,就会比较平衡,比较均衡 玩起来也会更有样的感觉 所以它等于是融合一些武术的元素 但是它发扬了在武术方面的一些精神 让大家随时都可以有玩乐的,还有互相切出的机会 这就是卡布拉跟很多武术不一样的地方 OK,老师,那个卡布拉有很多种的节奏 刚刚我们是慢的,那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 它的到底有多少种的玩法呢? 其实卡布拉在这全世界有很多各式歌 因为它已经有四五百年历史 那其实它还有很多的一些音乐的节奏 或者是卡布拉的风格和系统 可能是我从来没接触过的 因为虽然我去过巴西 但是我也接触过比较多的不同的风格和系统 但是主要我还是比较靠近我们的风格 我们的系统 比如说我们大师的黑西米的国度 那从黑西米来的卡布拉 和从Sapao 圣堡 或者从Huginare 那其实各式各地的卡布拉会有不一样的风格 那其实以我接触来讲 我了解的我们的group的 擅长的是contemporane的卡布拉 那这只是我们用Benguella的节奏去区分一个游戏的过程 Benguella 然后Angola 然后还有像Saventu Grand 还有Museum 然后还有Iuna 然后还有Santa Mario 那其实在更多的不同的卡布拉的流派里面 他们还有别的不同的节奏 可是在节奏上面 你在做这个节奏的时候 你的玩的风格 或者是你玩的感觉 就应该是配合这个节奏 这是大致上 那动作是一样的吗 只是不同的速度吗 每个卡布拉的流派 或者是甚至每个老师都有它独特的不同的风格和技巧 那它会形成在教学的时候 或者这个Hoda 虽然一样是Benguella的风格 一样是Benguella系统的音乐节奏上面在玩的 但是玩起来 别的流派和这个流派 虽然一样是Benguella 但是可能玩起来的动作会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主要还是区分于流派或老师教的风格的方式 那这个动作是有基本动作 然后你可以自己创新的吗 对 没错 所以这就是卡布拉它跟舞蹈方面很类似 因为它是由不同的运动 不同的武术 还有不同的一些不同领域的运动 去结合慢慢的进步组成进化过程 所以它会有很多的东西 会是你可能看到的 比如说像一些比赏的动作 或者是街舞的动作 甚至是一些武术的动作 慢慢的进化融合成 现代上代卡布拉的一些元素的东西 嗯 OK 好的 那我们现在在台湾 这个卡布拉有多少个贵物? 呃 现在在卡布拉总共有三个地方 三个款式 那一个是我们卡布拉卡玛拉 也是台湾卡布拉协会 那另外一个是盟进兰 卡布拉曼丁家 那再来最后一个是那个 鲁安兰 卡布拉鲁安兰 OK 那他们其他的两个也跟我们这样 有这些什么活动吗? 呃 有 每年基本上我们和盟俊卡都会 每年会有巴尼萨的固定的卡布拉的洗礼 呃 嘉年华仪式 那就是欢迎大家一起来 欢迎的 欢迎大家一起就是新生 然后一起来 进入卡布拉世界的一个活动这样 有点像嘉年华 我们有卡布拉的workshop 也有巴尼萨的 去给大家晋升带职的机会 OK 好 谢谢老师 谢谢